出轨事件呢 目前统计已经酿成了54人死亡 有156人分别受到了轻重伤 而驾驶员原姓司机不幸到院前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死亡 而死伤者大多是集中在第五到第八节车厢 而警方也已经将疑似造获的工程公司负责人李逸祥带回甄讯了 而整起事故到最后要恢复通车的话 恐怕还需要五天的时间 更多的讯息内容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肖慧文 我们再会